- 國民黨對於中國經濟繞台 - 也應該好好講話 - 我就知道院長要講這個 - 院長請問今年上半年 - 台灣跟中國大陸貿易順差多少錢 - 聽到關鍵字共機繞台 - 國民黨立委李德維音量突然變大聲 - 人家左手軍機繞台 - 右手今年上半年送台灣 - 七百八十億的貿易順差 - 兩兆多 - 是我們賺的 - 蘇貞昌大聲反駁 - 對中國貿易怎麼會是中國送台灣的 - 其實在這之前李德維更直接問 - 總統蔡英文何時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 - 所謂的蔡席會規劃怎麼樣 - 總統並沒有說他要去蔡席會 - 沒有 - 那這一點最想去的 - 好像是過去馬英九現在駐立倫 - 暗酸國民黨前任現任黨主席 - 而中國國台辦剛好熱騰騰宣布制裁蘇貞昌 - 點出三個人 - 一個就是我們的蘇貞昌院長 - 一位就是游錫坤院長 - 一位就是吳釗歇部長 - 這是北國的 - 他這樣對我們台灣 - 暗隔一天 - 對我們台灣幾幾點點 - 我為台灣打拼 - 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- 不受恐嚇 - 蘇貞昌站立不只在兩岸議題 - 國民黨針對公投嗆瞎 - 蘇貞昌也毫無保留實力 - 民進黨在公投就是護台灣 - 國民黨就是亂台灣 - 那就好像菜刀可以拿來切菜煮飯 - 但拿來傷人殺人就不對 - 畢竟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- 都把四大公投定調為倒閣公投 - 中國更揚言制裁 - 蘇貞昌被尋 - 兩岸公投都接招 - 火力全開 - 三社劉庭 張慧琪看到 - 三社劉庭 張慧琪看到